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椒油 这道菜的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就是把锅里面倒上油然后烧热 等到油热的时候放入葱姜蒜末 要把锅来爆香 当然切得越小越好 然后紧接着就放入猪肉馅 猪肉馅放入锅里面以后马上要炒 把它炒得越小快越好 这时候倒入一点点的料酒 以及一点点的花椒粉 这样子炒出来会有一点点的香味 然后我们要这个时候放入甜面酱 把它炒到很香很香了之后 快出锅的时候淋上一点点的花椒油 那同时在旁边一个锅里面要煮面 面怎么样煮到恰到好处呢 就是点三次水 就是等放面下去等水开了 放一次凉水 等水再开了再放一次凉水 当第三次开锅的时候 就可以捞出来 这时候的面是最有嚼劲的时候 那面捞出来放凉一点点的时候 把这个酱淋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看厨师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小意见告诉我们 三冬炸酱面我们在酱的制作方面比较讲究 就是首先在酱 我们把买来的甜面酱先进行炒制 炒熟 把面酱炒熟炒透 然后再重新起锅 炒我们自己切好的柚丁 我们把柚丁煸炒出香味以后 然后加葱加姜 加料就加高汤 然后再把炒好的面酱再加进去 那这是我们今天教大家做的炸酱面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您登陆华龙美食网 去tastypro.com去查询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范友及华龙美食网独家赞助播出